美中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推特上传出一段美军斩首行动的模拟动画影片 画面震撼 发布影片的网民贴文称 感受一下领导先走牌忍者飞弹 有穿透款 有绞肉款 有低爆款和高爆款 影片获得不少网民点赞 纷纷讨论美军因送中南海哪一款 领导先走 这名字响亮 并点清除 不殃及无辜 我觉着吧 这无人机导弹还应该有一种CCP款的 可再细分为中国特色型 不忘初心型 牢记使命型 再弄一款全心全意型 根据共匪级别 也实行多轨制 级别不同 待遇不同 辛苦了 人民公仆们 好走不送 来一个高爆绞肉款 收件中南海快递 独裁者们这里总有一款适合你 事实上 美国已经多次对独裁者实施斩首行动 今年1月3日 一架美国MQ-9收割者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 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将中共的盟友 伊朗军队指挥官苏莱曼尼斩首 一度轰动国际舆论界 据海外中文媒体披露 苏莱曼尼被斩首事件 引发中共高层紧张 为防止美国的斩首行动 中共领导人的安保级别提升至史上最高 近期 美国无人机频频逼近中国 网上还有消息称 7月15日 美国一个神秘飞行器高速飞越中国 引爆网络热议 猜测这或许是美军斩首行动的预言 但美中双方均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美国下令关闭中共驻侯斯敦总领事馆当天 7月21日 沙烏地阿拉伯媒体报道 以色列凭借美国制造的F-35隐形战斗机 连续发动两波空袭 一名伊朗将军又遭斩首 目前 美国双航母在南海频繁调动 中共已经无计可施 美国国防部长又强调高烈度冲突 威慑意味明显 时事评论人士石山在有某搞错节目中分析 在最近一两个月 美国很明显在对中共施加极限压力 无论是台湾 香港 南海 疫情 宗教自由 新疆等等问题上 美国都在加大压力 此外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7月23日 与加州尼克逊总统图书馆发表新冷战宣言 这里也是美国前总统尼克逊与中共建交的纪念地 似乎暗示中美关系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